小狄家别玩了 快点和我回家去 贝小黑 我爸爸来接我放学了 你自己在这里等贝叔叔吧 我先走吧 小狄家刚走 贝小黑就发现了狄家的异常 这个狄家居然不是用脚在走路 而是一闪一闪的前进 速度快得像闪电一样 难道这个狄家是别人假扮的 贝小黑急切地向小狄家发出了警告 小狄家快回来 那个狄家叔叔是别人假扮的 一切都晚了 小狄家已经走到了狄家的面前 只见一阵烟味闪过 狄家突然消失不见了 在将出现时 居然变成了一个奇怪的人 你是谁 为什么要假扮我的爸爸 本大王不喜欢说废话 快点把你的能量全都交出来 不然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小狄家奋力地挣扎着 他的身体非常痛苦 他已经没有了抵抗的力气 贝小黑快点救救我呀 小狄家你一定要坚持住 我去找人帮忙 贝小黑转身就跑开了 他打算回学校 找雷欧老师帮忙 可是贝小黑还没跑几步 前面忽然凭空出现了 好多的怪物 天啊 这些怪物居然是 特里加奥特曼 特里加叔叔 你怎么了 特里加一步一步逼近 贝小黑决定先不管他 转头就跑去了 另一个方向 然而刚才的一幕又出现了 这次出现了 许多奇怪的 泽塔奥特曼 贝小黑再次调转方向 他没跑几步 神秘人就出现在了 他的面前 贝小黑 你想往哪里跑 乖乖地 让我吸光你的能量吧 哈哈哈哈 贝小黑被吓得瑟瑟发抖 而坐在关键时刻 贝利亚赶了过来 贝小黑别怕 爸爸来收拾他 贝利亚你这个叛徒 居然妄想放弃黑暗 加入光明 可惜大家都不喜欢你 我劝你 还是别白费力气 哈哈哈哈 我贝利亚虽然没人喜欢 但是我要坚持做一个光明的奥特曼 今天我要燃烧自己的生命换取正义之光 消灭你 贝叔叔谢谢你救了我 我相信你一定会成为一名优秀的奥特战士的 是啊是啊 老爸你刚才的样子真是太帅了 我要拜你为师 赛罗叔叔不好了 小赛罗被我的老爸抓走了 他让小赛罗给他打工 你赶快去救救他吧 我还以为多大事呢 贝小黑你老爸的胆子也太大了 居然敢抓小赛罗 这下他肯定要倒大美了 赛罗叔叔 你快点和我走吧 再晚了小赛罗会有危险的 贝小黑你快把我放下来 小赛罗不会有事的 赛罗叔叔 我老爸可是个大坏蛋 你就乖乖地和我去吧 小赛罗 到了我的地盘 就得乖乖地听我话 看到后面这些金砖了吗 天黑之前都要给我斑满 不然我就把你丢海里被鲨鱼 贝叔叔 你凶什么呀 我搬就是了 这还差不多 你们几个小老弟 给我好好的看着小赛罗 不准让他偷懒 是 老大 可恶的贝老黑 看我怎么教训你 怪兽大哥 你们想不想吃汉堡呀 想啊 可是我们还没发工资呢 那好吧呀 只要你们把贝利亚教育一顿 我可以带你们去吃 可恶 你们到底在搞什么呀 怎么连我都打呀 贝老大对不起了 小赛罗要请我们去吃汉堡 条件是要教育你一下 我们几个实在是太想去了 只能委屈被老大您了 小赛罗 你可把我给坑苦了呀 被小黑怎么样 我就说小赛罗不会有事吧 小赛罗真是太厉害的 没想到我的坏蛋老爸 都被他坑了 我要给小赛罗两个大拇指 小赛罗 上次的事情先原谅你了 我再给你一次 戴罪立功的机会 谢谢你们叔叔 我保证下次不敢了 今天你的工作就是给我喂猪 要是我回来看你喂的不好 我就把你的屁股做开话 贝叔叔您放心吧 我保证完成任务 我的天呐 我的猪呐 小赛罗我的猪去哪里了 贝叔叔你别急 先听我给您狡辩 贝叔叔 您养的猪实在是太多了 我喂了半天也没喂完 我就把它们放出去 自己找吃的了 可恶 不过我还留了一头 但是我要骑着它回家 再见了贝叔叔 驾驾驾 小赛罗你也太康了 快把我的猪还给我呀 赛罗叔叔 我老爸这也太倒霉了吧 你老爸以后肯定不敢再做坏事了 哈哈哈哈 小赛罗 听说你还有两个兄弟 他们怎么没来 是不是害怕本大王了 贝老黑 他们两个很快就到 你到底想做什么 今天当着我怪兽小弟的面 让你们三兄弟领教一下本大王的厉害 贝老黑 你想比什么 我让你随便你挑 省得你说我欺负老年人 小赛罗 我最近学会了中国功夫 我们来比试一下谁的功夫厉害 看在你老爹是我手下败将的份上 我可以让你三招 老大我支持你 老大加油呀 不要啊 哎呦喂 可疼死我了 小赛罗出手也太狠了 被老大这次换我来 我要为你一雪前耻 小赛罗 我唱歌非常的好听 有本事 我们来比一下唱歌 这次我让你先来唱 省得大家说我们欺负你 等一下 这次我小金罗来应战 唱歌我最拿手了 而我唱出如龙 乾坤汗动 奥特大英雄 作非太罗的家 初代四本带那 杰克艾斯盖呀 托雷吉呀 风马太家 怎么样小怪兽 是不是唱得很好听呀 你这唱的是什么呀 可蓝天死了 还是听我的吧 听听听 快别唱了 真是太难听了 赶快给我滚 饶你了 我不唱了 我不唱了 这个可恶的被老黑 居然说我唱得不好听 真是气死我了 小赛罗 我们这次不比武力 也不比才艺 我要跟你们比颜值 在我们怪兽的世界 谁的皮肤黑谁 就是最帅的 这下你们输定了吧 贝老黑 你看看我小黑罗的 皮肤够黑吗 我这颜值应该 比你高一万倍了吧 气死我了 比什么都输 小赛罗三兄弟 真的太厉害了 赛兔子 昨天玩捉迷藏 你为什么耍赖皮 我变成一个打足球 让你找我 你居然踢我的屁股 还把我踢飞了 贝老黑 是你非要和我玩的 只能怪我吗 今天我要再和你比一次 你快去藏起来 我数到十就开始 我到底要藏到哪里好呢 藏进垃圾箱里吗 不行 垃圾箱太脏了 藏到水里怎么样 不行 水里面太危险 屏幕前的小伙伴们 千万不要到水边玩耍 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到底藏到哪里好呢 二 四 六 十 我数到十了 我要开始找了 贝老黑 不应该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吗 你怎么跳着数 就是啊 贝老大 你不会没上过学吧 这都不会数 你们两个是不是皮痒痒了 我劝你们别管闲事 赛兔子 我看见你了 你一定躲在汽车里了 咦 居然不在汽车里 喂 好的 我知道了 贝老黑居然耍赖 我回去等着你 你就慢慢的在这里找吧 可怜的贝利亚找了一圈又一圈 始终没有发现赛罗的踪影 于是他决定认输了 贝利亚回到了起点 发现赛罗居然在这里 他瞬间就不淡定了 赛兔子 你不能躲在这里 这局算你输了 贝老黑 你让大家评评里 到底是谁输了 就是就是 贝老黑玩不起 居然开始耍赖了 有本事 我们再比一局 比就比 今天我一定要让你 输得心服口服 这次藏到哪里呢 算了 我还是变成一个大鞭炮吧 赛兔子 我开始找了 你一定要藏好了 赛兔子 赶紧从垃圾箱里出来吧 咦 竟然没在里面 突然 贝利亚发现了赛罗变的大鞭炮 这是个什么玩意 我怎么从来没见过 贝利亚 你竟然拿锤子敲鞭炮 你也太笨了 大家千万不要学习贝利亚呀 这样很危险的 大家不要评评里呀 赛兔子的欺负我 赛兔子 你给我等着 下次我一定能赢你 我宣布 本次考试的第一名 就是贝小黑 哇塞 贝小黑每次考试都是第一名 我要当他的榜样 不及格的同学 有小泽塔和小戴拿 你们都到黑板前面给我站着 好好地反思一下 嘿嘿 还好罚站没有我 看来我这次考得不错 你确实考得不错 成功拿到了倒数第一的好成绩 你老爸赛罗可是我的得意门生 你就不能像你老爸一样 让人省点心吗 第二天赛罗被雷欧叫到了学校 正好碰到贝利亚父子 赛兔子好久不见呀 你看我儿子又考了第一名 考了第一名 哈哈哈哈 赛罗被嘲讽 他的心里非常气愤 当场就把小赛罗臭骂了一顿 小赛罗你太让我生气了 我的老脸都让你丢尽了 下次考试要是还不及格 我就不认你这个儿子了 小赛罗别怕 赛兔子如果不要你了 我就收你们一子 哈哈哈哈 贝老黑 被训斥的小赛罗心情非常郁闷 他想破脑袋 也没有办法一下子把成绩提上去 一下子考试只有一个月了 我该怎么办 如果再考不好 爸爸肯定会生气的 我真是太难了 小朋友你好 听说你学习成绩不好 我是特意来帮你的 你是谁 你为什么要帮我 我问你 你想不想每次考试都考满分 让同学们都羡慕你 我当然想了 很好 只要你回答对三道题 我就可以送你一个智力宝球 有了它你想考多少分都没问题 真的吗 那你快点出题吧 一只羊有几个脑袋 一个脑袋 几条腿 四条腿 多少毛 啊 是我拿数的过来 看来这个智力宝球 真的很适合你 这么简单的问题都答不出来 这就是智力宝球 你把它拿去吧 不过我劝你少用 否则会带来不可挽回的后果 从此以后 小赛罗每次考试都考满分 他开始变得讨厌学习 还经常在上课的时候玩手机 虽然他得到了同学们的夸赞 但是没过多久 不幸的事情发生了 小赛罗的皮肤居然变成了黑色的 哎呀 怎么会这样 我怎么变得这么黑了 这也太难看了吧 忽然 神医人再次出现在他面前 并且说出了事情的真相 小赛罗 你的分数都是用你的奥特能量换来的 不努力学习 还想考高分 你想的也太美了吧 哈哈哈哈 喂 你好 我是外卖小哥贝利亚 贝叔叔你好 麻烦你帮我送一次汉堡过来吧 好的 马上送到 你们没有听错 贝利亚成为了一名外卖小哥 由于他一直想加入光明 但是地球已经没有怪兽了 他只能免费给大家送外卖 来获得加入光明的机会 昆昆 你在家吗 你的外卖到了 在呢在呢 贝叔叔你速度太快了 我要给你五星好评 太谢谢你了 祝您用餐愉快 贝利亚 我是你炸鸡老弟 可以帮我送一份炸鸡吗 没问题的炸鸡老弟 我马上就给你送过去 哈哈哈哈 贝利亚居然想做好事 你会看我怎么收拾你 贝利亚知道黑暗炸鸡不是好人 还是帮他买了炸鸡 他还不知道 黑暗炸鸡只是想捉弄他 炸鸡老弟 你的炸鸡到了 来了来了 贝利亚你是不是傻 我定的是烤鸡 你为什么给我送炸鸡 真是气死我了 赶紧去给我买一份烤鸡回来 贝利亚心里很生气 但是他不能和黑暗炸鸡打架 他只能强忍着心中的愤怒 默默地离开了 雨越下越大 贝利亚打算收工回家了 可就在这时 他的电话又响了起来 贝利亚你好 我全身肚子疼 你能帮我买些药吗 好的格力乔 我马上去帮你买药 格力乔还下门 要我帮你买回来了 贝利亚 我的肚子好痛呀 不对 格力乔你这是怎么了 贝利亚 我全身肚子疼 身体也动不了了 格力乔 我先把我的奥特能量传给你 让你减少一些痛苦 你一定要坚持住 救护车马上就到 好你个贝利亚 居然趁我不在家欺负格力乔 看来你又皮痒了 赛罗你冤枉我了 你听我解释 你别解释了 闭上你的臭嘴 滚回你的怪兽老巢吧 乔妹妹你怎么样了 赛罗哥哥你太冲动了 刚才贝利亚是在帮我 她把自己的能量传给我 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她 你好糊涂呀 为什么会这样 无论我做什么 大家还是像以前一样讨厌我 从来就没有人相信过我 想要成为一名正义的奥特曼 为什么这么难 或许我只有离开这里 他们才会相信我 贝利亚 贝利亚对不起 是我错怪你了 你快醒醒啊 贝利亚 你一定要坚持住 你肯定会成为一名 优秀的奥特战士的 赛罗师傅你快看前面 那是谁啊 怎么从来没见过啊 奇怪 他的体内散发着一股 强烈的黑暗气息 难不成他是黑暗军团派来的 师傅 不如把他抓来问问好了 好你个可恶的怪兽 你来光之国做什么 是不是贝利亚派你来搞破坏的 两位前辈 我是新生代奥特曼布莱泽 很多相信光的小伙伴们 都认识我 什么不来自奥特曼 你的身上明明有很强的黑暗气息 居然还敢冒充奥特曼 看我打不打你 你给我从哪里来就回哪里去 否则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他们为什么不相信我呢 还不听我的解释 就因为我和怪兽战斗 沾染了黑暗气息 他们就把我当成了怪兽 算了 既然大家都不喜欢我 我还是离开吧 塞罗泽塔 你们有没有看到一个受伤的奥特曼呀 阿王 你要找到奥特曼长什么样子 受伤的奥特曼名字叫布莱泽 他的皮肤是红蓝色的 M421星云刚刚传来了信息 说他受伤来到了光之国 完了完了 我们刚才把他当成怪兽给赶走了 这可怎么办 我们必须马上找到他 他伤得很严重 如果不及时治疗 很可能会永远消失 泽塔 事不宜迟 我们分头行动 布莱泽兄弟都怪我不好 你去哪里了 你快点出来吧 大哥你看 那边有一个受伤的奥特曼 走 咱哥俩过去看看 顺便把他的奥特勋章抢过来 孝敬被老大 喂 你这个奥特曼是怎么了 你们好 我是布莱泽 我受了很重的伤 你们可以帮我一下吗 大哥你听到了吗 他居然让我们帮他 帮你也不是不行 只要把你的奥特勋章交给我 你们 你们两个助手 今天算你走运 布莱泽你还好吧 都怪我不好 我把你当成怪兽了 赛罗前辈 我没事 布莱泽你能听到吗 你快醒醒 布莱泽你坚持住 我这就把奥特能量传送给你 师父 我来帮你了 随着奥特能量的注入 布莱泽逐渐恢复了意识 布莱泽你终于醒了 谢谢两位前辈出手相救 布莱泽兄弟别客气 一会见到奥王 一定要记得帮我和师父求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